笑话热怒剧组遭换人!某女星被骗色骗财!强热梁的剧奥开播了!关孝彤被留级! 关孝彤被强制留级!最近有爆料关孝彤被强制留级了,明年将与学弟妹一起上课!一时间引起网友的热议,说是北电换了个新校长,新官上任三把火,第一件事情就是处理关孝彤缺课问题! 关孝彤在考上北电之后,其实一直都形成满满,包括拍摄电视剧、综艺、大大小小的活动也参加不少,还有此前的贾纳电影节也有参加,而且与男友入韩的定情之作也将上线! 而学校的重大活动,开学典礼之类的关小童都有参加,还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很多极具教育意义的活动,算是学校的骄傲了! 旷切当年是以文化课和专业课收料第一个优异成绩考上北电的,只要各科考试成绩合格,还有能拿得出手的作品,不可能会被留级的! 小花惹怒剧组遭换人!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,有明星的场子免不了范围之争! 最近新戏刚开机的某小花,本来那部戏的男主是一番,但是由于小花团队太注重番位和排场问题,向自己当一番,非要剧组把自己写前面,就跟剧组开始撕! 这下可惹怒了剧组,以起之下剧组立马去找人换,现在已经找到了和大头演爱情片的女主角来临时救活补胃,应该过几天就要公布了! 提示,不是昨日文章中的她! 乔任良的剧要开播了! 之前,乔任良突然走了,点燃了整个娱乐圈的悲伤! 无论是认识她还是不认识她的人都震惊了,这样一个如此热爱音乐,喜欢鲜艳的粉红色,看上去无比阳光,之前还在忙碌工作的年轻人,竟然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! 如今她留给观众的最后一部作品也将开播了,乔任良的《雪女王》压了好几年没播,现在改名叫《北国英雄》了,是一部热血的抗战剧,将于本月底登陆江苏综艺频道首次播出! 这也算是对乔任良的一种纪念吧! 某女星被骗色骗财! 今天姑婆在说一个骗财又骗色的事,以脾气火爆性格闻名的某女星,由于保养得好,比同龄人更显年轻,现在还有很多小男生追求她! 之前有一个小奶狗型的男生在追求女星,但由于大了小奶狗十多岁,女星一开始是拒绝的,可是小奶狗各种性殷勤讨好她,在她猛烈的攻击下,女星渐渐接受了她! 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,女星被爱情冲昏头脑,被小奶狗变着花痒地从她那片钱,给她买车买房,甚至告诉她银行卡密码,让她有需要的时随时取钱,结果小奶狗套了一大笔钱之后,从此彻底消失了! 陈伟霆不拍港剧 陈伟霆没有来内地之前,在香港不出名也不受待见,一直都是以RSA男友为代称,当时RSA的名气要比陈伟霆大很多,所以很多香港人认为,陈伟霆当时与RSA交往,目的就是提高知名度 而且她当时主要发展音乐方面,然后拍了些小电影,钢剧方面没有涉及 只后来内地拍了《古剑奇谈》才火起来的,她自己也对内地市场更亲爱 她被问到香港和内地的差异时,是这样回答的,而且香港演艺圈的圈子比较固定,不是随便创就能创进去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